灌狼高手电影已经上映7天了 我们就来通过某度指数看看 谁是现在国内SD弥漫最爱讨论的角色 这里仅排名电影中出现的人物 第十名 财子 本次电影将财子的颜值从TV版拉高了好几个档次 不少人直呼财子太美了 年少不知财子好错把秦子当成宝等等 但其实锦上原本笔下的财子本该就是如此 第九名 赤木钢线 本次电影版中赤木有几次灌狼和盖帽都颇为震撼 但由于时长原因 赤木好几处冥场面都被删掉了 比如面对大河田时的恐慌 暂停时的两眼流汗等等 这导致赤木的存在感大幅降低 许多人都忘了这个男人对梦想的执着 第八名 泽北荣志 电影中的泽北依然是那个日本最强高中生 除了删除他漫画中的搞笑桥段 以及和爸爸折制的回忆 基本保留了泽北所有的比赛戏份 甚至还增加了一段泽北向山神请愿 最后求垂得垂的剧情 可以说是山王最有排面的球员 第七名 仙道章 仙道在电影里只出现了大概一秒钟的镜头 而且还不是出现在流川的回忆 而是幽默的回忆里 这让喜欢仙道的粉丝大呼 仙道去哪了 为什么要删掉仙道的剧情 至于原因 我想只有景上自己清楚 第六名 安息教练 安息教练在电影中的形象 就是一个慈眉上目的老人 爱为心灵鸡汤的智者 还有皮默的玩具 时不时激情一把 也为影片增色不少 第五名 三锦兽 除了令人振奋的神仙四分球 电影中最让人惊喜的 是奉献了国中时期三锦的形象 有比于原版中的中锋造型 电影里三锦国中的短发造型 更加阳光帅气 唯一可惜的是 少了那句经典的 我是三锦 一个永不放弃的人 第四名 工程良田 得益于电影的关系 午火中存在感最低的工程 热度甚至超越了炎之男三锦兽 他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成了不少粉丝讨论的焦点 工程用他矮小的身躯 扛起一个破碎的家庭 跨越身高上的阻碍 最终完成自我救赎 工程的成长势 也代表了部分人青春期的真实写照 第三名 刘川峰 作为灌囊高手里的男儿 刘川峰虽然在电影里戏份不多 但他的人气依然不减当年 想当初多少女生是他为梦中情人 时隔这么多年 刘卡瓦还是那个帅气的臭狐狸 还在这个位置也是情理之中 第二名 慈母情子 多少人是为了看自己的童年女神 又有多少人是为了一目那句表白 才走进电影院 然而大家却惊讶地发现 不仅表白没有了 甚至秦子变样了 一时间 秦子变胖的话题冲上热搜 不少粉丝甚至怒斥锦上 还我女神 但苏西原著的朋友应该知道 漫画后期秦子的形象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不止秦子 许多人物漫画前后的画风都大相径庭 你可以说锦上画得越来越真实了 也可以说我们在秦子脸上 看到了岁月的痕迹 第一名 樱木花道 果然第一名还得是我们的大天才 樱木花道 影片中几乎所有搞笑桥段 还有大部分燃点 都是靠樱木戴起来 无论是戏耍野边 还是铁人樱木 以及我最光辉的时刻就是现在 包括最后和流川的四级机长 每一段剧情都能触动我的内心 哪怕电影的主角是工程 在我心里 绝对的男主只有一幕 你最喜欢本质电影里的哪个角色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